大甲媽是台灣的年度宗教盛世 所以所到之處真的都是信仲 我們就來看到這民眾有多麼熱情 既然呢 這個一大早就在沿途恭候 也因此最後要用吊車 吊起鞭炮 用隆重的炮聲來迎接媽祖軟教 數十台大吊車 吊起六層樓高的大鞭炮 起起點燃 炮聲隆隆迎接大甲媽到彰化 大場面煙霧繞繞 為媽祖軟教開路向前行 消防人員出動 撒水降溫 但降不了信徒的熱情 用吊車的雨 這裡的樓盤比較壯觀 比較好看 9天8夜 媽祖繞境來到彰化 不少人就像這樣 等著酸媽祖聯教求平安 祈求媽祖保佑國考順利 今晚媽祖繞境漸漸進入尾聲 不過信徒有增無減 沿途更有不少人提供名聲補給 為繞境淨香團打氣 讓人相當感動 鄭民坤也表示今年報名一日贏的小朋友比往年更多 要傳承文化體驗媽祖繞境的熱情 而大家媽祖繞境十三號晚上住假天后宮 繼續往北走 周一就會抵達台中 記者綜合報導